这件事啊,它争论的焦点 主要就是故宫伯苑方面啊 说是戒掉 这个洛阳方面呢,说是掉拨 这两种口分啊,它意义是完全不同 故宫伯苑的意思啊 是戒的,您得还 洛阳方面的意思啊,是说 既然是国家掉拨,那惹定是不给你了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到紫禁城啊 去讲一座消失了佛殿的故事 我想这会儿就该有人说了 别看这故宫伯苑啊 是全世界最大的皇家宫殿群 可是呢,它经过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日委时期 再加上国民政府南逃 经过的浩劫如此之多 它消失一座佛殿,还新鲜吗 您说的对,它不奇怪 可是啊,我跟您透露一下啊 这座佛殿的消失时间啊 是在1973年 得嘞,咱们不抬杠了 您啊,还是踏实住了,听我说吧 这座佛殿在哪啊 在慈宁宫的后寝殿 这座后殿啊,就是当年的大佛堂 提起这紫禁城里的佛堂呢 那科事不少 您比如说吧 这繁华楼宇花阁 中正殿宝像楼 这都是紫禁城里的佛堂 可是啊,被称为大佛堂的 那就只有说的是这慈宁宫后殿这座大佛堂了 这慈宁宫的位置 在整个紫禁城的后宫外西路 您进了慈宁门 绕过这前殿的月台 穿过垂花门以后 您就进了后院 后院正中 就是这座大佛堂 这座大佛堂啊 它面阔七天 是单沿歇山顶黄琉璃瓦的建筑 四边的瓦笼上啊 都跑着几寿 您从格式上讲啊 这座大佛堂 比起中轴县上的大殿啊 要简单的多 可这老太后居住的皇家建筑啊 虽然简单一点 但它并不失威严啊 清朝早期 孝庄皇太后 把自己的寝殿改成了大佛堂 自己呢 却只能住在西边的围房当中 在这儿啊 我得稍微打断一下 为什么呀 因为啊 有一件事啊 我一直闹不明白 在大佛殿前面的月台上啊 西侧多出来一块 这个小方台啊 我一直就搞不清它的作用和用途 询问了工作人员呢 他们也是不知道 于是啊 我就想起您主位来了 我想啊 我的观众当中啊 肯定是有有学问的 所以啊 还希望您不拎次教 留使我这先谢过了 在当年啊 这殿前的月台上啊 陈设有香炉 香桶 这殿内啊 陈设就更为考究了 有佛堪 供案 佛塔 佛像 经卷 法物 供契 等等等等 其中最为珍贵的 就是这三世佛和十八罗汉的造像 这些塑像啊 都是甘基家住 杖二大佛呀 据说只有几十斤 可是您今天要是来紫禁城啊 跑到这大佛堂一看呢 得 我刚说这些呀 您是一样也看不见了 在1973年的时候 这些佛像佛宝 包括墙上的壁画 都被别人拿走了 哎 您没听错啊 是73年 再又没几年啊 文革都过去了 这是咋回事呢 哎 您听我慢慢说呀 1973年的2月 在中国流亡了很长时间的 捡母寨元首 西哈努克新房啊 决定回国复国 当然了 他回去夺政权啊 他心里是有把握的 临走时候 他就说呀 他夺得政权以后啊 就会立刻 以新元首的身份 来访问中国 并且呢 他有啊 回来之后 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 和白马寺的意愿 可是这白马寺啊 在1966年的时候 被一群小将啊 冲进去 给捣毁了 虽然佛殿还在啊 但是佛像陈舍 一切皆无 这种情况 当然是不能接待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 兼秘书长 中缅友好协会 副会长的赵普初 向河南省革委会提出报告 要用这故宫大佛殿中的文物啊 来填充白马寺 好用来接待外宾 得到了当时 国务院相关领导批示之后 好家伙 这洛阳人民就真没客气 出动了三十辆大卡车 运了好几个月 就这样啊 大佛殿里边的佛像 罗汉像 以及佛堪陈舍 通通被拉走了 并且呢 为了充实这接待室 和博物馆的陈舍 又向故宫 一次性的借走了 两千余件文物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实际情况啊 这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啊 他压根就没去洛阳 更谈不上去什么白马寺了 可是这过两年啊 这故宫就说了 既然如此啊 你借调的文物 你该归还了呀 这借调并不是白给呀 哎 这洛阳文物部门 可就翻脸了 他们说呀 谁说的 这明明啊 是调波 怎么是借调呢 这调波呀 可就不还了 这官司口水仗啊 一直就打到今天 俨然呢 这故宫博物院 这官司是没打赢 要不见 这些西式珍宝 怎么就好好的 还放到白马寺当中呢 只可惜了 这殿内的这些老佛呀 自此以后 与紫禁城大佛堂 只能是翘首以盼 天各一方 再也不能回家了 要是论大道理来讲呢 既然都是中国地嘛 这些个佛宝啊 无论是收藏在 故宫博物院的 大佛堂当中 还是这白马寺的大雄宝殿当中 都是一样的 可是啊 这白马寺的大雄宝殿啊 实在是体量太小了 与大佛堂呢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些身量硕大的 佛像佛堪 罗汉像啊 放到这大雄宝殿当中 是一点也不协调 非常的不成比例 华贵奢华的皇家佛堡啊 摆在这儿 就好像啊 急急啰啰放在库房里一样 让人看着不显恢弘 倒感觉很压抑 如今呢 您来到这故宫博物院 大佛殿参观 您还能看到墙上啊 拆走佛汉时 留下的痕迹 被破坏的壁画 哎 让人心疼啊 这个 您说 这大佛殿 以及大佛殿内陈设的珍宝 三百年了 自孝庄皇代后 那晚到今天 经历了多少战争灾祸 躲过了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 还有这个日伪时期 和故宫文物南迁 竟然被一个传闻 和不负责任的建议毁坏了 这件事啊 它争论的焦点 主要就是 故宫博物院方面啊 说是戒掉 这个洛阳方面呢 说是掉拨 这两种口分啊 它意义是完全不同 故宫博物院的意思啊 是戒的 您得还 洛阳方面的意思啊 是说 既然是国家掉拨 那惹定是不给你了 您要说 对这件事的意见 我是怎么想的 我想好朋友们 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可是啊 我在这儿 我想知道 您是怎么想的 您觉得这些珍宝 是应该留在洛阳 还是应该回归故宫呢 我希望啊 咱们在留言区 大伙都发表发表意见 咱们好好掰扯掰扯 形成了舆论以后啊 这件事情 没准就按照咱们心里想的 真的就落实了呢 您说对不对啊 我呀 是走到哪儿 都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今天呢 我跟您聊了聊啊 这慈灵宫大佛殿的故事 明儿呢 我就带您去前边的大殿 咱们去看一尊呢 个别另样的 关公关老爷的塑像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天不早了 自要您常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